你好,我是早安 你是否曾經想要製作一把專屬於自己的客製化鍵盤 但卻因為不了解這個生態圈而遲遲不敢入坑呢? 又或者已經踏入了這個坑 但卻不知道怎麼把坑挖得更深 為了向大家推進這個無底洞一起燒錢 我做了這個系列 希望能帶大家了解客製化鍵盤的基礎知識 在影片開始之前 因為我今天早上載到了究極 我覺得很幹 點個訂閱按鈕支持我一下吧 首先要來說明客製化鍵盤跟一般機械鍵盤的區別 拿交通工具來比喻 一般的機械鍵盤就好比公車一樣 秋吉的手感有如引擎直接傳導到身上的震動 聲音就像車廂的共振 你看它有多振 而客製化鍵盤就是高級車 幾乎感覺不到的震動 還有舒服的音浪 但其實這也不算比喻 現在主流客製化鍵盤的內部結構 這是以車體的避震結構為樣本來設計的 主要目的是讓超級的震動被結構吸收 達到更好的手感 還有燒更多錢 那麼我們進入主題 一般來說的鍵盤是長這個樣子的 而這裡要講的套件是長這個樣子的 套件是鍵盤拆掉鍵帽和周體之後的樣子 而套件又可以拆解為四個部分 外殼 定位板 PCB 棉 外殼分為上下蓋 上蓋是整個鍵盤的門面 長得不好看就沒有人愛 基於這樣的道理 廠家們會在上蓋動點心思做出特色 所以就有人名牌這個燒錢的東西誕生了 名牌通常除了好看拿來收集之外 沒有什麼實際上的作用 要不要買是看個人選擇 下蓋通常最有特色的部分是配重 配重的用途是透過增加整體重量 讓敲擊的聲音變得更扎實 哇這好像魔法一樣 但這樣太無聊了 所以配重在上色工藝上有很多種 這裡只講最特別的一種 PVD PVD是一種特殊的圖層 作用是讓鍵盤變成鏡子 讓你可以在驗屍的時候 翻開來看一下自己的帥臉 啊 更驗屍了 而客製化鍵盤也是有分材質的 原因是因為不同的材質 可以帶出不同的敲擊體驗與聲音 拿球棒來比喻 雨的聲音較為紮實 而塑膠則較為單薄 放在鍵盤上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價格也是同樣的概念 雨比較貴 體驗較好 塑膠比較便宜 但著重於性價比 說到材質 正常的鍵盤外表不會是原材料的顏色 因為這樣不好看 在我們拿到手上之前 會先經過上色這個步驟 塑膠的上色方法通常比較簡單 這裡就不多說了 而鋁的上色則較為複雜 常見的有三種 陽極 噴塗 電勇 陽極好比少女的肌膚 細膩柔順又絲斑順滑 噴塗好比阿姨的紅唇 略顯粗糙又不失質感 電勇則是陽極與噴塗的綜合體 質感跟材質都介於噴塗與陽極之間 接下來是內膽 整個鍵盤的核心 內膽與外殼連接的方式稱為結構 開頭說的避震器就是結構的一種 結構對聲音及手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結構常見的有 Top Mount Gaskey 無缸 Top這個結構由於年代久遠 並沒有避震器在 是客製化鍵盤中的公車 雖然說沒有避震器讓它的手感和銀色 都略訊於其他結構 但也是有人喜歡這樣硬棒棒的降機感 這個部分見仁見智 而Gaskey結構 最初是將定位板上加上棉條 打到避震器的效果 後來發現棉條出了減少震動 它帶來的軟痰手感也讓人欲罷不能 接著就開始了瘋狂切割 開槽 減厚度 為的就是讓結構更加軟痰 後來甚至連PCB也遭殃了 用現實來比喻的話 就像是成人站和跟慢站的差別吧 Gaskey因為它軟痰的手感實在是太棒了 也因此衍生出了一側的結構 太多了就不在這邊多說了 至於無鋼結構 無鋼的意思是它沒有定位板 以此來換得更好的軟痰效果 但要做出無鋼結構需要五角周體 以焊接技術 不然軟痰容易動到西歪 所以這個配列熱冷門一些 再來是定位板 定位板的作用是固定軟體的位置 而定位板的材質也會對聲音及手感有不同的影響 常見的材質有PC FR4 鋁 銅 以我的操作觀看法 來看材質影響手感的話 PC就像是裹了高級握把布的球棒 手感舒適 回彈很舒服 FR4就像是裹了膠帶的球棒 手感比PC硬 回彈力度大一些 鋁則像裹了電火布的球棒 手感均衡 回彈叫FR4軟 鋁就是裸中上鎮 鎮到你手麻 接著是PCB PCB基本上可以大約分為兩類 細分就是材質厚度開槽大戰了 這兩類可以分為 鍵盤與主機的連接方式 跟軸體與PCB的連接方式 鍵盤與主機的連接方式指的是 單模、雙模、三模 單模的鍵盤是有限的 需要透過鍵盤線連接 雙模在單模的基礎上增加了藍牙 更加方便一些 三模則是在前面兩個的基礎上增加了無線接收器 而軸體與PCB的連接方式指的是熱插把跟焊接 熱插把的意思是你可以直接把軸體插進去 拔出來 插進去 拔出來 清清楚楚的 焊接則比較麻煩 當軸體插進去之後需要將它焊在PCB上 相較於熱插把基本上沒有什麼好處 還不可以花心 雖然是可以解憨下來 如果你是個愛家的好男人 就選這個吧 而日常使用下 鍵盤通常都是以字母區 F區 工作區 數字區 這樣組合而成的 直到有一天某個人覺得不耐煩了 那麼大塊的鍵盤 又不是每個按鍵我都用得到 於是鍵盤就被分割成了很多個版本 白話點數叫做配列啦 把鍵盤分割成小塊一點可以更美觀 也能讓桌面省出更多空間 而配列的秘密法則有兩種 第一種是直接小數字的 代表總共有幾顆按鍵 比較直觀一點 而%表示的則是以104鍵為基礎下去做處法 這種則比較常見一點 這邊就快速介紹常見的配列 108、109 常見的最大配列 按鍵多到你可以祖傳八大還用不完 100% 最常見的配列 可能走在荒郊以外都會不小心提到的那種 980 將工作區砍掉一部分節省空間 80% 100%砍掉數字區就是80%了 又名TKL 就是缺少數字區的意思 75% 80%砍掉剩下三分之一的工作區就是75% 65% 將整排F區砍掉的75% 60% 常見的最小配列 又分為61跟64兩種 64是將左下角再進行分割而對於做出方向鍵 彌補了61沒有方向線的不足 而鍵盤大部分被切割的按鍵並不是直接消失 它會被隱藏到鍵位的第二層 跟剪輯 電汇 一樣的圖層概念 要互交第二層 只需要按下Fn就可以切換到第二層了 舉個例子 如果你想要在65%上按出F5 你只需要按下Fn 加上5 就可以了 接下來說出那些不常見的配列 第一個是Alice 是將65%中間分割後彎曲而成 這樣做是因為比起正常的打字角度 這樣的打字角度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那使用Alice來打字 初期因為打字習慣的切換會有不適應感 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學習 我自己學了一個月左右才恢復正常的打字速度 但是有人認為這樣還是不夠人體工學 於是就推出了分體式鍵盤 把鍵盤從中間切開 就是分體式鍵盤的 不過分體式鍵盤技術要求較高 讓自己刷任期還有更複雜的組裝 打字習慣的養成也更困難 所以非常冷門 最後一部分是棉 它會出現的原因主要是鍵盤內不會有空氣 空氣會隨著敲擊產生震動 產生空腔音 棉可以消除這個聲音 讓敲擊聲音變得更紮實 所以它就被加進來了 如果你喜歡比較空心的聲音 你也可以選擇不佳 每個套件都有自己的特色 棉分為三種 軸下墊 夾心棉 底棉 材料則有分成 PORON IPXE 矽膠 毛氈 它只對聲音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高級的套件如果搭上品質不好的棉 聲音會變得細細碎碎 實際一點的比喻就是空心木板 與組合木板的敲擊聲音差別 至於名種的挑選 左下墊以IPXE為優 底圓跟夾心則以PORON為優 當然並不是說一定要用這兩種材質 你也可以試試看豆莉莎 效果還挺不錯的 當然不要真的是開玩笑的 那麼套件品就到這邊 之後會陸續推出其他教學 請幫我按個喜歡和訂閱 然後打開小鈴鐺 讓你可以接收到影片的通知 如果不開的話 我可能會半夜哭老在床上 大家晚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在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下支影片 請按載 按按讚 謝謝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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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按讚 按讚 按讚